双十一是再创记录 成交额是高达了4982亿人民币 换算台币是破了2.1兆 其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消费现象 有超过400万名的男士 是忙着买礼物给女朋友 另外有今年大陆双十一最大单的一笔交易 是福建第一高楼 以台币125.66亿元成交刷新记录 矗立在厦门路江道上最醒目的这栋 61层楼高的厦门国际中心 可是福建第一高楼 有人趁着双十一砸百亿台币买了 根据陆媒报道 这栋大楼在双十一当天 以29.12亿人民币 换算台币破125.66亿成交 成为大陆双十一最大笔的交易 神秘买家就是大陆国企鲁能集团 除了企业砸钱买楼 今年舵手足的贡献更惊人 2020天方双十一全球华文季 总成交流4982亿 今年双十一活动提前 从11月1号开跑 累计销售额4982亿人民币 换算台币破2.1兆 这个数字刚好就是台湾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 惊人数字背后也有许多有趣现象 大数据显示超过400万名的男士 忙着给女朋友买礼物 从衣服包包到奢侈品通通有 另外福建人则是称着双十一 疯狂囤内裤 平均一人得囤5.75条 才足以应付南方潮湿的天气变化 蒙古人则最不喜欢买内裤 另外上海广东 可说是史上最惨双十一 记者黄江沛张惠霖 甲еж霖 正好吧